哈嘍大家好,我是蜘蛛蜘,我是蜘蛛蜘 很多香港人一直希望我拍這部影片 OK,我拍 可是這部影片要讓很多台灣人知道他們有多無知 相信大家最近都有發了一個新聞就是 有上百多個香港人民上街反對送中條例 對我來說,送中條例就是 中國可以合法地在香港抓他們想抓的人 雖然這個法案,這個草案 它有表述說,我們中國會審核 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處事態度吧 以現階段跟歷史來看 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就是不公開不透明 這要怎麼讓香港人民相信 而且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香港的自由度倦在下滑 這是事實 我有朋友他住香港 他告訴我,現在香港的新聞很可怕 每天都在報偏向中國政府的好事 中國的缺點,中國的壞事 慢慢開始避諱不談 我有讀書哦,我知道 就是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的媒體自由很有自主性 可是因為97回歸 香港回歸給中國 中共就對香港的媒體是一種軟控制的方式 就是香港哪一家媒體不聽話 中共都減少或者中斷他們的廣告來源 你也知道,新聞媒體主要的收入就是課廣告 所以這不是霸凌,這是什麼 而且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歷史來看 很多的法案通過之後 人民開始上街抗議 希望政府聽見民意 可是你們有注意到嗎 這件事情的前提是事情已經發生了 人民在那邊抗議 現在香港要做的就是 不要讓這個前提發生 他們在防護他們自己的國家 而且我不懂 他們都有繳稅 他們是那邊的人民 我們以前的教育不就是 少數服從多數嗎 數據顯示 香港總人口739萬 已經有七分之一的人上街抗議 政府還不知道吧 請問是要走無知 這麼多人上街抗議 政府還是不聽民意 完全沒有想要改變的意思 現在在看影片很多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我們一出生 我們就是在民主的環境下長大 我們腦中沒有before跟after 很多老人家經過那一段血腥的歷史 所以老人家很常跟現在年輕人講說 哎呀你們現在年輕人很幸福了啦 我每次聽到這邊有一段想翻白眼 可是他講的是真實的 是real 我每次跟我身邊的朋友講說 你知道紀念時期嗎 你知道白色恐怖嗎 你知道美麗島世界嗎 我每次要跟我朋友聊這個話題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等一下我再錄抖音 抖音給我收起來 你們要抖到什麼時候 現在台灣的民主請大家珍惜 還有現在台灣的新聞媒體 我要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可以自由地在這邊播報新聞 在其他國家是沒有辦法的 你們還要再給我報假新聞 你就試試看 中天新聞就是你 我知道我講這句話 很多人就會開始說 哎我怎麼講話這麼直接 怎麼不經過修飾 我講的東西是真實的 為什麼台灣人一直希望我本視他 修飾他呢 請問一下台灣人是要讀灰化妝 Anyway就是 香港加油 你們就做你們想做的事情 現在在網路上有個很流行的用語就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很多人很怕台灣會變成像香港現在這個樣子 我告訴你不可能 而且我相信一件事情 沒有一個人類是壞人 只有一種現象是 他們讓自己複雜化了 來你們放心 那一些做錯事的人 他們未來會得到報應 一定會得到報應 然後最近我看新聞 華盛頓日報竟然跟我說 2020年或許是台灣最後一致政權局 不可能 如果你立志要當中國人 2020年記得要去投票 因為我說過 真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投票 我是對那些想要當中國人的台灣人好 我怕你們2024要出門投票的時候發現 欸 台灣不能投票我忘記了 我在幫你們預演 我對你們多好 像你們2024一整年 你們就可以好好過度 你們想要度過的時光 好不好 我在help you 幫你們 欸你以為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要身為台灣人 我很高興我身在這個地方 所以來說 民主不能當飯吃 但是同意之後就沒飯吃 請不要當無知台灣人哦 大家加油 OK 謝謝你們想要到這邊 OK 我們結束了 觀賞 M&A 下部升高班